在今天东北风的强度减弱 北部地区的高温在中午27度 南部地区的高温可是到达了30度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一个礼拜 包含了下礼拜连续9天的假期 我们的天气状况会是如何 在这明天的白天的时候 各地温度来说一样是属于偏暖 但是到了明天的下午到晚上的时候 东北季风开始要增强了 往北走 往东走 有点短暂雨出现 往中南部走依然是天气晴朗 但夜晚的温度在明天晚上的时候 会下降 而接着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东北风的强度在清晨的时候比较偏强 在这北部地区的低温的部分 会在14度 不过到了礼拜五的白天 随着干燥的空气进来 各地天气转晴 接着礼拜六 礼拜天 冷空气减弱 温度上升 中午的高温可以到达28度 所以周六周日适合采买年货 也适合大扫除 接着到了下礼拜一除夕的时候 东北风又要再度增强了 会有短暂雨出现 再加上华南云带的东移 在中南部的云层量来说也增多 气温略降之下 到了初一的时候 东北风的影响 往北往东有雨 往中南部走云量多 山区的部分要注意会有浓雾 接着初二以后到初三 初四 各地天气晴朗 温度形态来说明显的上升 所以在未来的一个礼拜来看 明天的晚上东北风会增强 再来下一波就是在除夕当天的时候 气温会略微的下降 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云图上先注意到 台湾上空云层量少 各地天气晴 但夜晚的时候 在西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误出现 但是在大陆我们可以注意到 长江以北现在云层量发展来说算是蛮多的 那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滞留封面已经到达了华南 明天预估晚上的时候封面云带通过 加上北方的冷高压开始带进来冷空气 所以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会因为东北风的增强 而气温略微下降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马祖跟金门有点冷 在12到15度 澎湖的话呢 明天下午以后海边的风会变大 而在台湾本岛部分 夜晚天气仍然偏冷 但白天北部28 中部27 南部29度 但明天下午到晚上的时候 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雨出现 小丁丁给您个提醒 特别注意啊 西部地区有乘务哦 清晨出门行车要小心 还有明天晚上沿海的风开始变大了 海边城镇骑车的朋友要注意